開飲料廠泰山七月開始 連續好幾天股價拉漲停 但進週刊卻突然爆出 是有市場派積極買股 出了點名保利達 甚至還影射旺旺集團也有介入 實際去查公開資訊觀測站 股東名單包括泰山董事長 詹義弘等等看下來 幾乎都是詹家人 根本沒有旺旺集團相關企業 整個的一個整體的一種 輿論氛圍或者是一些 股價的一些波動 可能都會有直接的一些 直接或間諜相關的一些聯繫 可能就是涉及 這裡面的一個股東經營權之爭 但進週刊卻直指市場 有人要搶著買泰山的股票 還一再強調近期股價攀升 遭質疑難道是要擾亂金融市場 不過進週刊背後 金主向來都很神秘 其實有許多企業大佬 甚至二代都是股東 從經濟部官網上查 董事長是一週刊 前社長裴偉 董事名單有連電榮譽副董宣明志 和黃蓮祥邱文友 據傳兩位也是金融圈的人士 過去他也曾經報導過 做這個生技公司的一個上市企業 什麼改標如何 就爆出很大的這個新聞 就跟這家週刊報導 而且連續兩三期這樣的一個報導 透過公關公司去跟這家媒體 下了廣告之後 就從此沒再報導了 保利達董事長呂百倉 對外澄清 雖然有買泰山的股票 但並沒有和旺旺集團合作 泰山總公司也否認到底表示不知情 只是選在泰山股價相對下跌的8月 近週刊卻突然爆出買股的消息 是否刻意想要炒高股價 也引發外界之一 記者綜合報導